聊斋志义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故生 江南故生客居济下 得了眼病 眼肿得很厉害 早晚痛苦呻吟 药物有无济于事 十几天之后 疼痛渐渐轻了 闭上眼 脑海里就出现一座大的院落 共有四五所院落 门都大开着 最深处的院落中有人来往 只是远远的看不清楚 有一天 正在凝神注视时 陡然感觉走入院中 经过了三道门 都没有人计 看到一个坐南朝北的大厅 里面用红毡扑地 粗略一看 满屋坐卧着婴儿 又爬着的不可竖击 正惊讶于眼前场景 从屋后走出一人 看到他说 小王子说有远客来到门口 果然不错 便邀请他进去 孤生不敢走进 那人强迫他进去 他才进去 孤生问 这是什么地方 那人说 是九世王子住的地方 世子患瘧疾刚好 今日亲友们都来喝喜 先生 你缘分不浅啊 话未说完 有一个人跑来 催促他们快走 一会儿来到一个地方 雕花的亭台 珠红的栏杆 一座很大的殿堂 面朝北向 堂前树立九根大柱 顾生登街而上 厅堂里一座满了客人 见一少年北面而坐 知其为王子 于是跪在其面前 满屋的人都站了起来 王子牵起顾生 引他坐在东边的座位上 饮酒之时 鼓乐之声大作 歌迹们都来到殿堂 演出《华丰柱》的戏文 刚演了三折 旅馆的主仆来招呼顾生吃午饭 在他的床头不停地叫他 他听得很清楚 他怕王子知道 接换衣服为由出去了 抬头一看太阳 正是中午 又看到仆人站在床前 这才发觉自己仍在旅馆中 心里急着返回殿堂 就让仆人关上门出去 刚闭上眼睛 脑子里浮现的依旧是那座同样的院子 他急忙按圆道进去 陆经方才见到的婴儿的厅堂 里面没有了婴儿 有数十个老太婆 蓬头驼背 有的坐着 有的躺着 看见顾生 恶声恶气地说 哪里来的小伙子 来这偷看 顾生既吃惊又害怕 不敢分辨 急忙向后院走 走上台阶 在原来的座位坐下 这时一看 王子的下巴上已经长出一尺多长的胡须了 王子看见顾生 笑着说 去哪里了 剧本都养了七折了 因而拿出大酒杯 罚顾生饮酒 没多久 这出戏便结束了 又盛上剧目 顾生点了一出蓬足取妇 割技就用椰瓢针酒 大概装得下五斗左右的东西 顾生离开座位词让说 晨有目急 不敢喝酒 王子说 你得了眼病 可以让这里的太医给你看看 这时 东边座位上的一位客人 就离开位子走过来 用两指分开眼皮 又用一根玉簪给点上一种如同凝脂的白膏 吩咐他闭上眼睛稍稍睡一会儿 王子明视而领他进了一个套间 让他躺下 顾生睡下没多久 觉得床褥又香又软 因而就睡着了 过了不久 忽然听到罗声乱响 立刻惊醒了 心想还在唱戏 睁开眼一看 原来是旅店的狗舔油锅发出的声音 然而 眼病好了 再闭眼 没有任何景象了